7月28日,张杰在郑州的演唱会正式落下帷幕,这是他为LIVE巡回演唱会的第一场,时隔两年再度开启巡回演唱会,陪伴在他身边的星星只多不少,他们用荧光棒在观众席,为张杰撑起了一片蓝色海洋。 在演唱会上,他以LIVE的方式向粉丝们展示自己最新专辑里面的部分歌曲,对于粉丝来说,第一次听新歌就是在现场,这不仅是一场听觉上的盛宴,而且也是前所未有的体验,要知道张杰素有华于LIVE王的称号,所以以这样的方式向粉丝们教出自己的新歌不仅意义非凡,而且也是他对自己发起的一次挑战。 最终他也证明了,自己是对了起这个称号的郑州场的完美落幕,让粉丝们更加期待下一场演唱会的到来,而下一场对于张杰和他的粉丝来说,也是最为重要的一场。 十年前,张杰还是华语智能的新歌手,那时候他在北展举办演唱会,小小的场地里坐着近三千的粉丝,也是在那时候向粉丝们立下的约定。 十年后,鸟巢节如今在未来群回演唱会的北京站,这个承诺终于要被兑现了。 鸟巢演唱会是张杰十年前遥不可及的梦想,也是他跟粉丝之间的申请约定。 如今这一切就要在8月11日实现了,正好十年,张杰没有辜负自己,也没有辜负星星。 5月16日能够容纳8万人的鸟巢站,正式开启预售,没想到短短30秒那场票便已受庆,全部门票也只花了两分38秒就受庆。 用粉丝的话来说,这就是一票难求,这场梦的实现是张杰跟星星们共同努力的结果,为了让一直以来支持他的星星们有更好的live体验。 张杰在音乐团队、造型团队,包括音响设备方面都煞费苦心,此次演唱会,他特意选用了世界顶级音响品牌Acoostics舞台,灯光设备也会全面升级。 力求让来到现场的歌迷们能有一次终生难忘的视听体验。 2018年是张杰对线承诺的一年,也是他出道的第14年,至今为止他共发行了12张唱片,拥有150多首音乐作品。 其中勿忘心安逆战,三生三世,只要平凡等都是传唱度极高的歌曲。 这14年来,他一步步地从华语新歌手,坐上了为王的位置,向所有人交出了一份漂亮的履历,靠他就是他坚持做音乐的初心。 2018年,张杰也完成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身份转换,从丈夫到父亲,他变得是身份,不变得是初心。 许多人认为他晋升奶爸后,不断上综艺是为了捞鸡,但其实这更像是他的一场自我救赎。 孩子的到来让他的类新世界也有所改变,他不再像过去那样,过分跟自己作对。 急于像这个世界,证明自己却又清高的不肯低头。 他明白了要让大家喜欢自己,首先要让大家认识并了解自己,在这些综艺里。 他的确也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他,他虽然不善言辞,但是会默默做事。 向往的生活里他补鱼,看柴,为主出打下手,虽然很多片段没有播出,但是从黄磊没有你,这顿饭还真的不好弄。 这句话里就知道,他做了很多,只是我们看不到,在创造101里他又化身暖男,花费许多时间与精力,耐心地为练习生们指导,传授自己经验。 却是因为刚刚晋升为奶爸,对节目里的小女生们,都有着对女儿般的疼爱之情。 有练习生哭的时候,他也会上前给予鼓励,虽然是参加综艺,但他还是不经意中,展现了自己的歌唱实力,奔跑的力。 为了求生,他现场轻唱了一段勿望心安,虽然只是短短几句,但却让范诚诚和Justin瞬间化身为迷地。 音乐是一条难走的路,但张杰却在这条路上坚持了14年,如今,他虽有所妥协,但相信这份妥协会让他活得更加轻松自在,同时也会让更多人了解到,在那些被放大的娱乐下。